行政院月初扩大纾困族群 让各乡镇市公所再度掀起询问潮 甚至不少民众只拿着一张身份证 就前往乡镇市公所要求领取纾困补助 副理乡公所表示会加强宣导 而副理乡民代表会第二天的质询当中 代表潘武雄还有副主席简志平也希望 公所可以用力宣导加强宣传 不然很多人都不了解状况 行政院月初扩大纾困族群 让各乡镇市公所再度掀起询问潮 甚至有不少民众只拿着一张身份证 就前往乡镇公所要求领取纾困补助 副理乡代会第二天咨询当中 代表潘武雄以及副主席简志平 也希望公所能够用力宣导加强宣导 不然很多民众都不是很了解状况 你看120现在才准备24 那超级太远了 何况我们副理乡啊 正安的贫困的需要的人太多了 是不是我们乡镇公所 好像没有去跟那个村办公处联系 就要村长他们去通知 需要的人要来申请 是不是我们没做到这一块 希望科长下去能够再加紧 赌注我们的村办公处里面 能够多宣导 让我们的村民该得到的让他们可以纾困 这个是纾困不是救贫 纾困让他们能够把他们所需要的能够解决 不知相公所说目前申请案件总共有124件 通过的有24件没有通过的有19件 因为这是跟中央政策走 每当新的纾困计划出炉之后 就会有无数民众前往询问 甚至还会打报公所电话 目前增测人力 供民众询问 在1990的6月30日都可以申请 可是他要符合好几个要件 就是要连来就有工作 然后是因为疫情请假或无法同事工作 或者是说这包含工作 虽然有工作 可是工作收入减少 然后导致加提升机受困 他如果平常就没有工作的 这种就不在这次的辅助范围内 然后还有就是他没有加入军公教 还有劳保农保这些社会保险的 然后没有领取相关辅助的 新冠肺炎冲击导致百业萧条 行政院扩大每一户一万元的纾困救助方案 虽然很多民众还不太了解 但是马上会跟各村里长来联系 将会尽量依照规定受理 再行审查核发 记者高双双不理采访报道